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師奶, 這件冷衣 麻煩你記住要用油順劑分開洗 是… 法師奶, 先看看吧 這件要用油順劑分開洗 行了, 這件吧 法師奶 我看衣服縮了水 我早就說要油順劑分開洗 我怎麼知道這麼多 我已經跟你說了兩次了 怎麼會, 我也沒聽過你說的 那你那天又大大聲跟我說就行了 你有什麼好笑 第二天 對了, 明天要帶飯盒上學 是… 記得幫我錄電視 對了, 今晚隱形營景已經做大結局 對了, 隱形營景是由九點開始做的 又第二天 沒有飯盒的 你要帶飯盒 為什麼不早就跟我說 昨天還沒跟你說了 說我要帶飯盒上學 我也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說過 阿嘉, 我跟你一樣很可憐 怎麼樣, 沒飯盒而已 拿著, 你喜歡買什麼就買什麼 二八一就買什麼 昨天有沒有錄到 昨天晚上大結局當然有錄 是嗎? 發生說話你就聽到了 只要這樣做就可以受邀 盡量要做到可以看到自己的肚臍 千萬不要高興 好像很困難 之後放鬆慢慢呼氣 好了, 做完這個步驟就完成了 快點去廁所 看來真的好像對減肚腩很有效 但是好像很難做 保持這個姿勢不要動 腳要伸直 保持不要動 慢慢吸一口氣 再慢慢呼氣 快先生, 你… 再一次將雙腳慢慢向上提高 記住這個步驟不要急 快先生, 他竟然跟著做 有一人 好… 說話可以這麼說 你們真是文藝 真奇怪 這條長褲 剛才明明放在沙發 沒錯, 是的 我袋裡的五十日圓銀 在哪裡? 有什麼事? 我怎麼知道 沒有… 真奇怪 這麼麻煩的 到底我的銀子去了哪裡? 沒有的 阿吉拉, 你在這裡找什麼? 就說了 我說我在這裡找我的五十日圓銀子 沒有的 沒有的 發生他, 幫我找銀子 又有一天 接著是一則天氣報告 今天部分地區的天氣 會開始轉為熱心 好, 我帶把車出去 對, 今天下雨嗎? 黃昏開始下雨 那把縮骨傘 在鞋具旁邊的櫃裡 既然晚點會下雨 看來我還是早點出去買東西好一點 覺不覺得花生 最留心就是聽天氣報告的時候 不要看花生對什麼都沒有興趣 可能他很留心別人在說什麼 你們兩個現在才知道嗎? 花老爺看起來好像對什麼事都沒有興趣 其實他對家的事一清二楚 別小看他 另一個星期日 快要趕不及了 花老爺 花老爺, 來了一點了 你為什麼還不去換衣服? 為什麼要換衣服? 要去婚禮 你不是答應要去嗎? 是嗎? 什麼叫什麼? 麻煩你, 趕快跟我去換衣服 你真的…你在幹什麼? 說了二十多次就叫你換衣服 你知道嗎?我自己的頭都還沒發 花老爺, 你根本一直沒聽到我說話 當我耳邊瘋 你說鬥一點 花老爺之前還稱讚花生很細心 是啊 快點 我們這一家最早都起完 開胸冷衣 好冷 我們可以穿開胸冷衣了 對了, 知道開胸冷衣最早起完是什麼嗎? 是什麼? 開胸冷衣最早的起源 聽說原來是來自戰場的 戰場? 開胸冷衣最早的起源 是在十九世紀的克里米亞戰爭 戰場上面 每天都會有很多人犧牲和受傷 當醫護人員幫士兵療傷的時候 很難才可以幫雙兵除了身上的冷衣 真麻煩 可不可以幫士兵設計一件容易 脫出來的冷衣呢? 於是有人想到 索性把冷衣做成前面有扣樓的款式 發明他的人就是英國騎兵隊的隊長 卡地根七世紀 難怪叫卡地盡 你們媽媽今天也是穿卡地盡款式的 什麼? 就是這件卡地盡款 面積外套, 外套, 外套, 外套 終於停雨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下夜林回來 好想說… 花太太, 你笑什麼? 你真想知道什麼水島太太 是早排而已 是這樣的, 比賽花太太你會怎麼做 什麼怎麼做 是這樣的, 我太大頭蝦 不小心把傘子留在我家樓下的家人裡 那你就向人家拿回來 那倒是 這麼巧, 我一直都沒機會跟他們說 這些事經常會發生的 這樣你留下了多久? 多久? 好像也差不多一年了 一年這麼久? 好像太遲了 那又沒說遲不遲 那你就稍後再跟她說 但是我又不知道怎麼說 你就去跟她說 說留下了把傘子, 想拿回來 沒錯, 也是 是啊 就是這樣而已 不知道她最後有沒有拿回傘子呢? 我猜應該還是在樓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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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笑太太這個人就是這麼小膽 沒錯, 她的性格就是這樣 什麼都不敢說, 還很害羞 但是聽她說完把傘子的事 最慘的是我 沒有 微笑太太在樓下 這裡不是微笑太太的樓下 微笑太太肯定就是 把傘子留在那家人裡 這位主婦, 聽著 你有沒有發現自己家裡 多了把傘子不是你的 真的嗎? 你真的這樣跟人家說嗎? 那倒沒有, 只是屈住屈住 很辛苦地很想說出來 真的, 幸好你沒說到 很想說, 很辛苦 我知道 因為我上次去微笑太太家裡 聊天的時候也是這樣 真的好可愛 家裡有個這麼可愛的小朋友 居然比較年輕 我確實覺得年輕 不過我這個兒子的朋友的媽媽 真的很年輕 每個都是二十多歲 真的很年輕 對, 所以大家一起在公園玩的時候 我真的說不出口告訴別人 其實我已經是四十多歲 所以我忍不住 什麼?忍不住什麼? 忍不住 跟他們說我今年其實只有三十歲 總共說四十年這麼多 你怎麼會說這些謊言也有 對了, 萬一大家剛巧來我家裡玩 你去哪裡? 就會讓他們知道我還有一個 在讀高中的兒子 就是了, 三十歲 哪有這麼大的兒子 還在讀高中才行 怎麼辦 算了, 如果比賽是水道太太 你會怎麼做 你說我嗎? 如果比賽是我的話 我…我想會…老實說 我已經四十歲了 我真的說不出口 但是這個是事實 不是嗎? 不如我直接就說 其實他是我的弟弟 那就算了 我說笑而已 他…他是你弟弟? 到底這個人是泰國內向 一定是後面皮呢? 不是我 應該用什麼方法 跟他們說真話才對 對 你不是說, 其實我已經四十歲了 不小心說真謊言 不好意思 這樣就行了 微少太太竟然說自己只有三十歲 不是吧? 是呀, 他還說, 對 這樣的話我還是要跟他們說 才行 我猜他一定不敢說 我猜他現在一定很辛苦 沒有的 想說又說不出口 又是煩點的 既然這樣的話 不如我直接發短訊 跟那些年輕人媽媽他們說 說微少太太騙你 其實他今年已經四十歲了 你整天是不是很驚訝呢? 微少太太她 其實今年已經四十歲了 四十… 不是吧? 誰做太太你真的發了? 怎麼會? 是呀, 只不過我真的很想幫他 說這個秘密出來 這樣說很壞 我也知道, 所以我忍住 要小心點 千萬不能這麼衝動把他說出去 行了… 真的不可以袖手旁觀 就是了, 我真的很想幫他說 這件事真是這樣的 這不是他家嗎? 不如幫他說一說吧 不可以的, 花太太 千萬不要亂大喊 是呀, 由我說的好像怪了 誰知道太太你也是 千萬不要發短訊 我知道了 但是…但是我真的很想說出來 你也覺得是呀 幾天後 是呀, 微笑太太你那把傘 之後有沒有去拿回 結果還是說不出口 我還是想不要那把傘算了 真是這麼浪費 是呀, 真實年齡那件事呢 說了 是這樣的, 之前有一次 我剛巧和我讀高中的兒子一起 微笑太太, 你好 你好 你弟弟嗎? 是呀 是呀 感情真是好 是呀, 那下次見 好 我最後還是不小心 跟別人說了他是我弟弟 你兒子變成你弟弟嗎? 你真是這麼回答人家 是呀, 這次真的越描越黑了 其實微笑太太這樣說行不行 想不到他弄得那支雪球感越滑越大 是呀, 我真是很想幫她說個真相出來 真是很難叫人假裝不知道 真是很想說 又不能說 是呀 忍著忍著 是呀 要拉翻臉 拉臉 拉臉 你沒在意 求神拜佛 花太太, 水渡太太 你們兩個這麼口疏 麻煩你們一定要幫我說個真相出來 讓我可以不用再為這些事煩惱 心舒服一點 是呀, 一定要忍著 我還要拉翻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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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走開 今天人更加精彩 待會之後 笑得你爆肚 歡迎收看 花家拍人教室 今天的廚師是 就是他 美女廚神 美女廚神花師 今天教的簡單美食就是 蛋包薯仔 材料是四人份 請預先準備好以下的材料 大家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就開始了 首先準備好薯仔和洋蔥 將它們切細條 再將它們放進膠袋裡 之後就… 將橄欖油和茄醬都倒進去 然後慢慢拌勻 記住要用膠袋把調味料拌勻 就可以快點把材料和調味料 拌勻得均勻了 是個秘訣 接著將拌好的材料 放在熱碟裡 然後蓋一塊微波爐保鮮紙 放進微波爐裡加熱 釘完拿出來之後 再鋪一層厚厚的芝士 再淋一層蛋汁上去 放多一層保鮮紙在上面 放進微波爐裡再加熱 完成了 不用開啤酒爐 就可以做到簡單的蛋包薯仔了 薯仔和芝士的味道很配合 再開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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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でこピカピカ健康で上昇 カラオケ練習買い物中 一層人が悪いわ だって? 悲しい時はいつでも 我股心的胸口 我的胸口 我股心的胸口 好了 大家 有趣的笑容 大一日的胸口 明日的胸口 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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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 有趣的胸口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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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